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虽然没有任何的表演经验 但他丝毫不怯场 还品页着不错的演技 获得了最佳新人奖 从此一夜爆红 四年 剧真搭档严正华一同出演电影 我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周 而成功入围韩国电影大中奖 最佳新人演员的候选名单 此时不过六岁的他 成为韩国观众心中的未来之心 经约这的人神起点非常的高 可以说是出道及巅峰 之后陆续出演《一只美》 《采云台》等优秀作品 之后总共拍摄小时候的角色 高达40多个 被称为国民闺女 而在《拥抱太阳的月亮》中 扮演女主角 韩家人少女时期的丁玉珍 更是成为不少人心中的 古装百月光 不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2012年与金秀贤等人合作 《拥抱太阳的月亮》 饰演的小烟雨 小小年纪却用高超的演技 赚起无数观众的眼泪 这部戏在当时创造了 42.2%的收视率神话 火遍了大江南北 也奠定了金玉珍影视圈的地位 但年少成名却不代表能一路顺风 不如青年时期的金玉珍 演艺之路并不顺利 毕时 不过14岁的金玉珍 因为青春期的缘故 肉眼可见 远了一圈 作为鬼戎第一名 发泡后的金玉珍灵气不在 这对于处于上层期的演员来说 可是致命伤害 同时接连几部戏不接 这让从小看到金玉珍长大的观众 纷纷评价其厚礼不俗 好在金玉珍及时悬崖勒马 减飞成功的他 不仅外貌清理不少 而且出具曲线美的身材 使其成为一众运动品牌的广告宠儿 不过随着他越来越红 人经常在名利激光灯下 难免会让自己陷入其中 在一次活动中 金玉珍不仅被爆出耍大牌 不懂尊重人 还遭遇到网友的抵制 最后只能主动道歉 事情才得以平息 正当这件事已经过去时 2016年在拍摄《白花的月光》中 年仅17岁的金玉珍 有一场大尺度的戏 因为它有几个胸部特写镜头 而当时的他还未成年 因此被许多观众指责尺度过大 指责未成年的金玉珍 怎么可以拍摄这类型的戏 还带坏很多其他未成年 最终 这部剧也被投诉 不得不做出成干 毕竟看这部戏的观众 不仅仅是成年人 还有一些小朋友也喜欢看 不仅如此 他还被爆耍大牌 在2016年 金玉珍作为主演 参加了新片的发布会 然而活动期间 他的态度却很散漫 其他演员轰轰轰轰地站着 他伸出一条腿晃拥 之后又玩出了指甲 还拉上旁边的女演员一起钻眼 走的时候也显得很迫不及待 反观他身后的前辈 车太闲 曾靠我的野蛮女友 火遍大江南北 名气和地位都碾压他 但依然恭恭敬敬地配合宣传 没有一点不耐烦 量着一对笔高下利剑 因此这件事立马冲上了热搜 不少人指责金玉珍不敬业 而在此之前 童形出身 眼睛又好的他 被类比为韩国版杨子 可这事让他变成了杨幂 因为杨幂和他一样 长得漂亮 作品多 但总引起争议 之后金玉珍连忙道了歉 同剧组的前辈 也出来帮他说话 表示当天的场合不是很正式 能理解金玉珍 但这些并没有盖住观众的怒骂声 高压之下 严育的金玉珍突然出现了压力性休克 然后被警卑送去了医院 事实上 这已经是金玉珍在这个医院 第二次进医院 之前他还得了重感冒 因为对抗生素过敏 一直没办法妥善治疗 而这次也只能慢慢养着 甚至希望了一年后 他又于2018年被诊断了甲状腺底下 再次停止工作 2018年 金玉珍复出 并主演爱情喜剧 现热情的清扫棒 饰演明亮可爱的少女 吉武雪 原本定的男主是安孝谢 但后面等金玉珍康复时 因为安孝谢没有荡西 所以男主换成了尹君相 而当时演尹君相发福发泡 加上一言难记的剧情 这部剧最终毫无水花 也让金玉珍口碑一降再降 2021年 与当务男行 池长旭合作的 《便利店新星》中 饰演性格火爆直爽的丁新星 与暖男崔大贤相恋的爱情故事 可惜口碑不佳 这对相差12岁的总CP被吐槽不搭 还因为戏中风俗电场景 跟女主打工穿的工作服太过于暴露 被批评低俗 毕竟该剧的导演在上映前曾说 这是一部适合全家一起看的家庭剧 不料结果却恰恰相反 被吐槽尺度有点过 这部戏最终没能大获 后来金玉珍也逐渐减少拍戏 把重心放到高质量的作品上 如今已经22次的金玉珍多了几分甜美 经历过几次争议后低调了很多 不再是那个年少亲口的女孩 毕竟韩国娱乐圈竞争激烈的状态下 稍微犯错就有可能被取代 所以金玉珍能一直活跃在一线不容易 与人形成对比的就是其他两人 金索炫和金赛伦 他们并称为三金 他们都是同行出道 并且年龄相仿 所以总是被人拿来比较 1999年6月 金索炫最早在澳大利亚出生 三个月后 金玉珍出生于韩国首尔 再往后10个月 这段城市又多了一个金赛伦 自赐三金归位 在金索炫和金玉珍突出重位之前 没人能动摇金赛伦的地位 当时另外两人的日常 是在韩剧饰演女主的幼年时期 而金赛伦仍在嘎那刚下飞机 9岁那年 他主演的旅行者就入围了嘎那 后来和元斌合作了 孤等特工更是票房口碑双丰收 但电影的受众哪有电视剧稿 所以咖位上金赛伦独占凹头 知名度却使金玉珍一记绝尘 然而事也没有想到 在金玉珍执着于拍婆婆妈妈苦情剧时 金索炫已经很聪明地演起了偶像剧 听见你的声音 想你 乌塔坊 王世子等 最后在2015年一步 雪像2015让他成功碾压了另外两剧 当时的金索炫人美细航 一度被认为是三剧中发展的最好的一位 但2016年很快来了 这一年也被称为金玉珍年 一步 云花的月光 不仅成为了收视冠军 还让他代言接到手软 与此同时 人们发现他长开了 虽然脸套方面各有所爱 但他的身材和气质却是远超金索炫 可是娱乐圈的特点就是变化莫测 之后几年里 金玉珍因为在宣传会上搞小动作 被批捕敬业 用于生病休养了很久 事业遭到了重创 而金索炫因为发胖 被部分观众网报 还被合作对象的丑闻牵连 金赛伦倒是没生病 也没搞小动作 颜值身材还维持得很好 然而旧公司不捧他 新公司自顾不暇 他的资源虐得不行 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家里哭脚 更重要的是 他今年年初的酒驾行为 直接结束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让人惋惜 现在三金只剩下金索炫和金玉珍了 其实纵观金玉珍演艺生涯 自从同行出道以来 出演无数的作品 塑造出一个又一个经典角色 从同行蜕变到让人追捧的女神 剧一针背后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不仅一边完成学业 一边还要拍戏 虽然年纪不大 但他的整个人生经历非常丰富 从刚开始万人追捧 再到人人指责 再到至今 沉淀自己内心 所谓演技与相貌并存的机遇 让你对未来充满无限的可能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